这个男孩正拿着牙线不停地锯着牙齿 他反复拉扯 就算牙龈渗出血 男孩都还忍痛锯牙 终于锯掉了一颗牙齿 结果却掉进了下水道里 他都绝望了 一颗牙齿能卖25美刀啊 有了这钱 男孩就能买更好的东西装饰自己 这样就能被人领养走 不用再住这破烂的孤儿院了 就在男孩抱头痛哭时 下水道忽然传来人声 对方说自己是牙线 只要给他一颗牙 就能还给男孩一颗更贵的牙 牙线表示 只要把黑牙放进枕头度过一晚 就会有大惊喜 男孩照着做 把黑牙放在了枕头底下 等到第二天早上 他打开枕头一看 里面居然多了30美刀的硬币 还没来得及挥霍 孤儿院里就来了对领养夫妇 孩子们站在一排 满怀期待地等着命运改变 男孩以为夫妇会选中自己 可对方笑了笑 转头就选了另一个孩子 男孩坐在一边 内心无比羡慕 他也想体会到家庭的温暖 于是他拿上30美刀 男孩说是朋友送的 但他们压根就不信 这时下水道里牙线说话了 他再次表示 只要丢给自己一颗牙 就能让他们拥有无尽的财富 于是恶爸爸下一颗牙 丢给了牙线 果然一颗黑牙 又从管道里涌了出来 这群小孩正卖命的拔牙 有的是用牙线来回举 就算牙银都锯出血了 直到把牙锯断了 他才肯停手 而有的是用锤子砸 管他嘴巴烂不烂 牙线就算牙银都锯出血了 牙齿掉了就行 更狠的还是这个男孩 直接就往石桌上撞 看着都痛得敞念 为什么他们还这么敢 因为在这所孤儿院里 住着一个牙线 将一颗牙交给他 就能还你30美刀 而有钱了 就可以买东西来装扮自己 这样在被领养人挑选时 精致男孩被选上带走的几率 则更高 眼见一颗颗牙齿交给牙线 但这尖锐的指甲 恐怖的背影 真的能用仙字来形容吗 但孩子们为了钱 反正见不到牙线模样 也还是不停把牙交给他 久而久之 孩子们个个都打扮得十分精致 新的一对领养夫妇又来选完了 这次他们看中了男孩 问他是否愿意成为家里的医院 男孩内心止不住的兴奋 但他却始终紧紧闭着嘴呢 面对夫妇述说着未来生活的美好 他也渐渐地笑开了嘴 然而这时 修女却让他开口说话 这男孩一张嘴 却直接把人给吓跑了 因为他满嘴都没有牙 牙跑哪去了 都被他用牙线剧断 用锤子砸掉 磕石桌磕没了 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跟下水道里的牙线换钱 一颗牙三十美刀 这可是能让他瞬间报复啊 现在钱是赚了 人也变精致了 但你一张嘴 牙全没了呀 换作是谁看到 都会被吓一跳吧 这时孤儿院里的孩子们 都纷纷嘲笑他是个无牙仔 男孩听着细碎的讨论声 在回想之前被羚羊走的同伴 他的内心越来越愤怒 他大声怒哑 谁知这时 下水道里的牙线 然而只见牙线从下水道钻出 开始了一场捕食盛宴 趁着夜色 他冲到孩子们的房间 抓走了一个又一个 有的人想逃出去 但还是被一把拽走 现在只剩男孩一人了 牙线来到面前 男孩咧着嘴想吓唬他 结果就是被一股口臭吸引 男孩开始慌了 只见牙线用锋利的指甲 轻轻地划过他的面庞 谁知下一秒 牙线却抠下一颗牙齿 交给了男孩 男孩接过后 将牙放进了牙缝里 接着牙线歪嘴一笑 便放过了男孩溜浪 这部短片留下了开放性的结局 男孩献上所有的牙齿 不过是为了换回一对 渴望不可及的父母 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愚昧 便向世界发出了怒吼 而经历了身边人全部挂掉后 他也终于得到了 象征成长的心仰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短片叫做《骨牙》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